陳小姐右腳打石膏 生活大小事都不方便 當時她外出購物 一個不留繩就扭傷 整個腳是非常腫 然後瘀青 就進到醫院照X光 骨折部位在小腿的肥骨 由於肥骨不是主要負重的骨骼 通常不必開刀 以為休息幾天疼痛會舒緩 沒想到越來越痛 一度還無法走路 於是陳小姐 轉而到大林慈禧醫院求診 發現右腳踝也有骨折 當你同時看到 在肥骨的上段有骨折 竹骨部分有一小塊骨折的時候 我們知道它受傷的部分 最主要是一個扭轉的力量 導致整個頸骨跟肥骨之間的韌帶 都呈現一個斷裂的情況 所以這樣子就會導致 整個竹骨的穩定性的變差 韌帶受傷 竹骨逐漸脫臼 為了讓診斷更加精細 安排患者以特殊角度拍攝X光片 身體是趴過來90度 讓腳踝呈現有一個竹骨的重力 那時候要開刀之前 他晚上還特地來陪我照X光 然後幫我分析一下說 這個之後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醫師用羅丁幫他把兩塊脫臼的骨頭 固定回去 經過一段時間終於等到拆石膏 回去可以洗腳了 太好了 急性期的骨折外傷 從診斷到治療 治療黃金期大約一到兩週 脫太久的話 受傷骨骼或韌帶可能出現纖維化組織 就會更難處理 大約新聞嘉義大林綜合報導 好 謝謝